胃酸是胃部产生的消化液,它可以对食物进行简单早期的消化,也能杀此进入胃部的大部分细菌,但是胃酸如果分泌过多,对于胃部来说,损伤就会比较大,为了缓解胃酸带来的疼痛,我们可以做的很多,先来了解下胃酸过多的胃酸过多。 原因一,胃腺B细胞分泌过多,胃酸的分泌是由胃腺B细胞分泌的,因此这种细胞的活跃程度与胃酸的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,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此细胞活跃起来,就会导致胃酸过多。 原因二,疾病因素,通常如果做过胃部手术,全身严重烧伤,或者细菊感染等情况,都是会引起胃酸分泌过多的,这些疾病因素都可以通过全身的激素调节,从而导致胃部胃酸分泌过多。 原因三,胃酸失效事件延长,胃酸其实是有一定的失效性的,如果在这个时间内胃酸的效果仍然持续存在,那么也会导致胃酸的过多。 原因四,生活习惯,生活之中很多生活习惯都会对胃酸含量有很直接的影响,例如饮酒以及出烟,这些都是损伤胃黏膜的行为,胃黏膜的损伤,不利于胃酸的代谢。 从而减少了胃酸的去录,增加了胃酸的含量,具有同量效果的还有熬夜以及饮食不规律等,如何缓解胃酸过多,这些方法帮你忙,胃酸过多对胃部始终是一个隐患,所以在胃酸过多的时候,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去缓解,否则胃部会受到侵袭,下面介绍下缓解方法。 方法一,规律饮食,规律饮食不单单是指定食进食,而且对于进食的内容,也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的,例如不能食用过硬的食物,还有一些希腊过冷的食物,都是很容易又发胃酸分泌过多的情况。 方法二,药物,部分药物会增加胃酸的腐蚀效果,例如麦斯匹林,所以当需要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,应该选择损伤性更小的长绒片或者其他药剂。 另外可以使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物,例如清凉化铝,清凉化美,这些都是需要在的指导下服用的。 胃酸其实对人体来说,是一把双刃剑,控制得到,则我们消化能力,可以得到很好的维护。 反正,胃酸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,例如它会造成胃炎,甚至被穿口,特别是没有吃早餐习惯的人群,胃炎的发生率更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